欢迎收听政大无限制 无限开启我们的智慧与心灵交流 点亮无限制的美好未来 我是主持人JoJo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东京奥运时候 台湾创下家机和感动 在1988年 他才15岁 击败了韩国选手拿下首尔奥运 跆拳道金牌 成为我国运动史上第一位 也是连续两届奥运拿下金牌的选手 掀起了一阵跆拳道热 在卸下了运动员身份之后 他当过了记者、主播、演过电影 而且创立了手工香皂 斜杠经历精彩又丰富 他是我们政大气管系的校友 陈怡安欢迎怡安学姐 哈喽 JoJ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怡安学姐 学姐你回到学校 你今天你有多久没有回来学校 还是其实你还蛮常回来的 没有很长 但是近期也有回来过 你刚才有说 回到学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对啊 就这样回家 就 欸 好像 就是来玩耍 对 学姐今天出现 就是很亲切 他就说 今天回到学校 他有 很熟悉 感觉很熟悉 因为曾经是 你待了 当时也是 四年嘛 四年 对 四年 对 我没有留级 差一点 没有啊 但是你后来 你后面的念书是 没有留在母校 好 没关系 我们想要聊聊 就是说 刚才介绍学姐的开场白 就是跆拳道 是 其实近期啦 前阵子 也不能说前阵子 反正me too的新闻事件 其实像我自己有女儿啦 我就会觉得很想要让她去学跆拳道 是 就是说 女生学跆拳道 那我比较好奇 就是当时 学姐你接触跆拳道 是什么样的姻缘忌讳 是你自己喜欢 还是像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的妈妈 想要女儿学 其实那个时候的 就是家里面 家人其实都很忙嘛 爸爸是职业军人 然后妈妈就是 要上班 那孩子不知道丢哪 又没有安亲班啊 就看到家里附近 有个道馆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每一天都很早就开了 只是为了 放孩子 放小孩 快去快去这样子 只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可是你就打出兴趣吗 因为打出这样的成绩 实在是 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无心插流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运动 然后是一个害羞安静的小孩 那在道馆那时候 也称不上喜欢 我就是乖乖的 教练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这样子 那当然可能因为 我的个子挺高的 又很认真练习 所以其实表现也还可以 还不错 然后一直到 入选国家队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国手 就是培训队 选了一批年年轻的 那时候我国医嘛 13岁 就去栽培的培 就是去做培训这样子 那跟着这一些 大哥哥大姐姐们 就练出了兴趣成就感 然后自我要求 才觉得说 哇原来 我们可以透过跆拳道 出国去比赛这样子 你家里是 你有哥哥姐姐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 我所谓的哥哥姐姐 就是等于师兄师姐的意思 对 没有我的意思是 那弟弟也有跟你一起去 有的有的 他也有在这个领域 也有像你这样子的 兴趣吗 或打出成就来吗 也有 他有参加世大运 那可能 也许成绩没有我这么出色 但是 他也是 在体育大学也是 就是跆拳道专场的 哇塞 就是真的是爸爸妈妈 只是为了 放小孩 然后就练出了这样子 这么惊人的成就 而且你刚刚说 其实你年纪还很小 就是其实你第一面金牌 当时才15岁 对 然后你第二面金牌 也才19岁 对 其实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尝到了 所谓登顶的滋味 拿到了金牌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就是时间轴拉长 你现在来看 当时这样子就是 年纪很小 拿到金牌 这件事情 你自己的 现在的心得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那个 那个少年得知大不幸吧 我刚不好意思说 但是我是 对我就是好奇 对 其实我觉得 一方面其实你不太清楚 那个是什么 也许 现在的孩子 也许会了解 什么奥运啊 比赛啊 什么 那叫什么 功臣名就啊 但是那时候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单纯的嘛 那奥运是什么 也不知道就去比了 然后突然间就是 会受到很多关注 那相对其实压力是大的 我不得不说 然后 不管在哪里 在学校啊 在很多地方 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还有就是说 就像你考试 好像一次 不小心考了一百分之后 就不能 就不能 不能考九十九 就要一直撑住考一百 是的 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人生就有很大的变化 然后 现在回头来看 其实也觉得那段时间 其实是辛苦的 但是也是幸运的 我因此多了很多机会 然后也开始更懂得自我要求 因为你会 你认可你自己有那个能力嘛 然后你就会希望 自己也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子 我想到的是 就像林青霞 她现在就是有人就是说 年纪美貌啊什么的 她的意思是说 终于可以变老了 就是她 因为美太久 就是美丽这件事情 对她来说 扛得很辛苦 但因为我不用扛美丽 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但就是金牌的那个光芒 就是其实你当时 就是你也是年纪很小 其实就是 有那样子的光芒 但可能这样听起来 美丽可能维持的还比较久一点 对不对 比较容易 要维持金牌还真的蛮难的 对 因为其实其实运动 运动选手要一直 维持那个成绩 对 那个努力是一般人 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 而且 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很多很多的条件 就是 即便你非常努力 你也不见得能够 一直维持在那个巅峰的状态 你那时候在政大母校念书的时候 对 说真的在政大要维持课业 就本身就不容易了 是 那你又要兼顾学业 然后也是一边还要练 练跆拳吗 在当时 对的对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可能 就像周周讲的 可能一般的同学 他都要花很多时间 在课业上 那我是从国中 我就进国家队了嘛 那我们每天做的三件事 就是吃饭 睡觉 运动 你知道吧 知道 知道 对啊 一定是啊 对 那你怎么会有时间念书 所以我其实是 进了政大之后 才疯狂的请家教 我可以理解 各式各样的科目这样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暂停所有的训练跟比赛 然后就专心在 在课业上 那当然同学跟老师 也都非常帮忙了 其实我 每一个学期都是掉车尾 他们也都 还是非常的 对我非常的好 毕竟你大部分的时间 都要花在练习上面 对 到了大二开始 就恢复训练嘛 那因为毕竟我也是体保生 所以其实还是 要维持运动上面的成绩 但是就 哇 真的太辛苦了 因为大二的学分 其实非常非常多 每天几乎都满堂 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是没有体育系的嘛 所以我是去师大练习 早上大概还没有五点 我就要起床了 然后五点半之前 我要到师大开始练习 然后练完之后回来上第一堂课 上到六点之后吃个饭之后 再回去师大练技术 然后练到大概九点半 十点回到家 才开始念书 哇塞 对 哇 我真是觉得 在那个左营 就是国家队的时候的那个日子 只有单纯训练 真的很幸福 对啊 你这样根本应该都睡眠不足吧 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啊 睡得很少 然后 真的很幸福 对对对 那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 对 就觉得 哇好茫然 难熬耶 是啊 但不简单 你还是可以 如其四年毕业 学姐厉害 因为就像刚刚讲到 其实当一个国手 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然后呢 我们刚刚听到学姐有分享 就是拿到金牌的心情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2000年 学历奥运的时候 其实当下的比赛 你是失利的 对 应该是说 我那时候二年级 三年级 又参加一些国际赛嘛 然后我实在是觉得 不太能附和 然后主要也是因为 在那个阶段 我更向往的是在大学里面的生活 跟大学的学习 那比赛对我来说 真的就是 我好像就是为了要 扛着那个 金牌 对 扛着那个金牌 要坚持撑下去这样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在这么棒的学校 这么多的同学 然后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我应该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所以后来就 就退休了 所以其实 也蛮不好意思的 就是我后来就是 专心念书 参加社团什么的 那就觉得好开心 我在学校好快乐 然后每天跟同学们一起学习 一起玩乐 那毕业之后 我也进到体育台工作嘛 那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还是想念 还是想念比赛的 还是想念跆拳的 那刚好也是有一个机缘 教练就来邀请我 要不要付出参加2000年的学历奥运 那主要是因为 1988跟1992 跆拳道是示范赛 那2000年的时候呢 跆拳道就立为正式项目了嘛 对那我那 哇 立为正式项目 然后又没有 又没有选上 然后就 我的心情就像这个 打雷一样 怎么来得那么刚好 真的配音配得很好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 付出的过程相当的辛苦 真的很符合刚才的雷声 对没错 然后后来在一个选拔赛上面 我就踢到对手的牙齿 对其实我们攻击 是可以踢头部的嘛 就是一个最好得分的 一个部位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有带护齿的 那刚好对手冲进来 我就直接踢了他的头 那他的小虎牙 就在我的脚背上啃了一个洞 那之后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然后花了蛮长的时间 住院跟复健 那可是那段时间是正好 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 进行选拔的时候 所以我就变成 在最重要的时刻状态不太好 对对对 那后来就 最后的绝选没有选上 我就正式退休了 那当然也进入到 一个人生的低潮 因为我就少年得志嘛 一直以来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我自己也很努力 很认真自我要求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这么认真 我想要的这个目标 我应该都可以达成 那为什么这一次就是 没有办法达成呢这样子 那花了很多的时间 重新的了解自己 然后跟自己相处 然后慢慢再走出一条 不一样的路 对确实就是 因为很早你就拿到金牌 那但是 那个刚才分享的那个经历 然后你就是说 陷入了低潮 对 结果就是选择退休 所以是跟 是说金牌这件事情 你怎么去调试 去调整你的心情 应该是说 那个时候付出 就是为了要参加奥运嘛 然后就是为了要拿金牌 不是为了好玩 是 所以 如果没有 不过因为你状况不好就是了 你后来你刚刚有讲到就是 但这个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啊 对 就也不是借口 对吗 那既然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这个阶段就结束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要30了嘛 所以其实就竞技运动来说 其实特别像跆拳岛 还真的也有一些年龄的限制 对对 后来我就 就正式在退休了这样子 是是是 那你中间你也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就是在最后找到手工造的这个兴趣之前 你经历的那些工作机会跟经验 我真的其实做过蛮多工作的 对对 我在 也拍过电影啊 那个那好像是后来了 对对 在我复出之前 我主要是在体育台嘛 都体育相关的新闻啊 记者啊 节目啊 对对对 转播之类的 然后其实我也做过 就是合唱团的行销 对 然后在那时候退休之后 我也做过化妆品牌的行销 对 不过我很感谢那时候 其实我的老板 我们也是音乐机会在电视台的时候认识的 他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 那你现在既然比完赛了 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然后我就好啊 也来学新的东西 因为我又是器官了嘛 那就很开心的去了这样 那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那时候自己在低潮 然后所以 没有整个很投入在那个工作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说 好像这些我也没什么兴趣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那个状态里面 理解 可能还在疗伤 是的 你怎么度过你的低潮啊 就是低潮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时候 最低潮的时候我没有在工作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专注在做手工造的 对 所以其实手工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疗伤的疗愈 对 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伙伴 这样子就是 我需要找一件事情做个 做 然后转移我的注意力 又不用跟别人聊天 或是看到别人之类的 那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打造啊 这样子 我后来去2000年学历药运的时候 我是担任转播嘛 那你转播的时候 其实 该怎么说 就是很现实的是 你很想要站在那个舞台上 可是你是在 你是在棚里转播 你知道吧 知道 你就是看着打败你的那个对手 然后他在那里比赛这样子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是 你必须要把好像自己扒开这样 就是你想要否认也不行 因为你就是 眼睁睁的看着他 然后在那里比赛 然后你要讲评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是 很煎熬 很煎熬 对对对 生吞活泼之后 你好像觉得 就好像可以慢慢的面对 然后慢慢的痊愈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在工作 我后来也在就持续 就是接一些媒体方面的工作 然后有像去中国的 呃 行脚的节目 呃 去很多都是 就是没水没电 然后就可以看到星空啊 然后雾松啊 沙漠什么的 嗯 那个时候 哦 连手机也没什么讯号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有很多 跟自己很安静对话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在那个过程 呃 我慢慢沉淀自己 然后去想自己 呃 要什么 也许其实呃 那些工程名就 我其实都不需要的 我可以重新开始 嗯 所以其实那样的状态 也许也是帮助你 所谓的度过 那个时期 呃 对 所以如果要 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 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的低潮 反而是让我现在的人生 更呃 呃 感恩 更理解 圆满的 更轻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呃 过程 对对对 也是 你看现在的手工造 其实你 2006年 创 创业 然后一直到现在 很成功耶 因为呃 我们还曾 我们知道就是 104人力银行 还票选 哈哈哈哈 你是创业标杆 前十名耶 我觉得这个 所以其实 无心插流 这样想起来 你的人生还蛮多 无心插流的 从你的跆拳道开始 对不对 是是是是 不过这个真的 大家太抬举我了 可见 你就知道说 那个那个年代 对于女性 跟运动员 创业的一个 刻板印象 就是哇 这样就会变成标杆 有没有 其实我就是一家小店 哈哈哈哈 没有学姐谦虚 你至少 你看这样子 算数据很烂 现在算 我是 很久了 真的非常非常久了 是啊 是 而且就是 呃 那规模呢 规模 规模我一直都维持 小小的 嗯 其实我呃 创业 一方面是想要 圆一个 开美美店的梦 你知道吗 就是少女 就开美美的店的 这种 这种 呃 幻想 然后再来就是说 呃 我想要有一个工作 是我可以兼顾家庭的 可以谈性的 嗯 所以我跟我的好朋友 我们就 好姐妹 我们就 呃 创业这样子 然后我们同时间 怀孕生小孩 所以我们小孩都是带着 去上班这样 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 我觉得 非常好 就是我很享受 呃 这整个 整个历程 那也不会想说 要 就是因为你的重心 就是要整个平衡 你的家庭生活嘛 所以重心不会一直是 呃 往前冲这样子 了解 但是我们 也访谈过其他学长姐啊 就是其实 聊到创业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创业绝对 甚至有一句话说 如果你跟他有仇 你就鼓励他去创业 所以从学姐 你听起来 你的创业 你有你有过吗 就是过程中 比如说突然大单来了 或什么比较辛苦 所谓就是艰困的历程 有或是印象 有啊 当然非常非常多 不胜美举 对啊 因为听起来 你只是美美的店 然后呢 好像顺顺的 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嘛 一定也有很多的辛苦 对 因为刚开始 只有想要美美的店 然后很多的法令 其实都不清楚嘛 所以我们也有 被卫生局开罚之类 比如说包装啊 因为我刚开始 就是想说 所有的包装 都不要减速有没有 就是裸造 可是原来这样子是不行的 对 就会被罚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 大家会流行说 我们都要减速什么 可是那个时候 就是说 就是要讲求 你要一个 很完整的包装这样子 包括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一个点 就是说 你没有注意到 你可能就会被开发 因为它是属于化妆品类嘛 那再来就是说 像你刚刚讲到说 接大单 就像我们其实有很多 造的制作都手工的 然后纸盒 就要手折 或什么什么 就是很多很多的工 那没有接到单的时候 又觉得 好像 怎么都没有 没生意 对对对 一架子接到大单的时候 你又有出货时间 哇光折盒子 然后包装 制作造什么 就感的昏天暗地的 诸如此类的非常多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 在想要有一些 经济规模的时候 就开始拓点 然后走百货 那当然是很高兴啊 因为百货是一个指标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 很棒的专柜 可以跟我们的 支持我们的朋友 对就第一线的接触 可是 那很快的电商就进来了 然后我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也是慢的 因为我就是沉浸在一个 有专柜很美好的 那样子的年代的人嘛 对所以后来电商进来之后 我们就哇 其实你会发现 整个的那个业绩 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家的消费习惯 慢慢在改变 现在更是剧烈的改变 对 所以其实 当然就是说 好处是 因为我在一个 一直不断变动的一个环境中 所以我也被迫需要一直往前 然后一直修正 对那当然相对也会比较有挑战性 这样子 对 不过有这些经历 应该现在对你来说 就是之前的遭遇 也让你现在就是更有经验 去面对 即使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 这样子 对其实 应变能力应该也都 对 然后 培养出来 并变能力之外 我觉得心态也更加的稳定 那毕竟现在孩子也比较大了嘛 那 然后你又经过了一些历练 然后又累积了一些经验 所以其实你也越来越清楚说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还是没有想要把它扩得很大 就是还是在一个 主要是我就很喜欢做造 很喜欢手工造 那我也希望说 其他的生活的部分 包括家庭生活或是体育的部分 因为我有协助像是国训中心 或是奥会啊等等体育署 有一些体育的事物这个部分 我也都能够很平衡的 一起来来做这样子 那像你在母校念气管系 你刚刚有提 就是气管系 对于你 就是你在工作上 有没有比较实质的帮助 不能说没有 因为你还是对这个 是比较有概念的 对 就是你在学习或什么 你会敏感度也比较高 然后比较容易理解 可是如果说应用的话呢 确实真的 那时候太年轻了 根本 也是 什么管理 了解 对而且 再来就是说 我们可能学习 你要管理或是经营 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 那你才可以应用得上 但我们其实规模是非常小的 所以其实反而 就是说 在我们的经营方式 跟一个企业的经营方式 当然就会不太一样 但是 挺好的 因为这些 不管你是财务行销 会计什么 你都能够比较快的上手 就像刚刚学姐有讲到 就是现在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然后其实现在 学习这件事情 随便网路啊 你要学什么 其实也都很方便 对 然后学姐 你是比较 很多的斜杠 如果给学弟妹一些建议或鼓励 就说你自己的经历 你是觉得说 可以多方的尝试 像你曾经也是有很多的经验 还是是说 做好一件事 职人精神 其实你在灶上面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职人的精神 你在跆拳道上 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职人的精神 要非常的专注跟投入 我其实也还一直在摸索耶 真的 真的吗 对啊 有安慰到 对啊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没有不好啊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直要向前嘛 向前看 你如果失去了好奇心 你怎么会往前进的 对不对 一定是持续不断的摸索嘛 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我很斜杠嘛 滚石不升拍招吧 没有专注在一个领域的话 就很难发光 确实是这样也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其实都是很投入 然后很专注的 像是那时候在跆拳比赛的时候 那个阶段 那后来念书的时候 到现在手工造创业的部分 那其他的斜杠 必须要说我真的非常的幸运 那因为我的背景 运动员的背景 那还有一些知名度 所以我相对就多了这些机会 让我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事物 那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来参与去体验它嘛 但是在体验的这个过程 我也是全心的去投入它这样子 其实在我们奥运会的比赛 我们的那个就是奥林匹克精神 不是就有讲到友谊尊重跟卓越吗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就是用一个 追求卓越的态度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东西你就是交给天 该来的自然就会来了 反正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那结果会是什么 反正就交给天 真的是交给天 那是该你的一定会来的 那现在就是刚刚学姐也有聊到 就是说一边运动一边念书 是很辛苦的事情 其实我们正大现在母校 现在雄英篮球队很多的学弟 也正在这样的煎熬 他们又要顾打球 对也要顾功课 那学校现在开了一个新的运动学程 对也是鼓励热爱运动的同学 或者是一般同学 也可以就是享受运动 然后呢也能把书念好 就是所以想说学姐回正代 有没有一些什么鼓励 对于学校的现在的一个发展 就是像雄英篮球队这样子的 台湾之光 对 然后给学弟妹们一些鼓励 或是什么样的建议 曾经也是运动员的你这样子 是 我觉得雄英实在太棒太棒了 太厉害了 对开启了这个新的一页 真的我实在非常非常的佩服 也很感谢江学长 让我们就是 真的 对 台湾之光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那当然对于我们要消耗很多的体力 然后有很多的压力等等 那所以其实我们更应该找一些轻松的事情来做 对不对 例如念书 有没有 坐在这里 你确定这是轻松的事情吗 我们要用轻松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学习 相对于打球那种压力 学习其实也是一种休息啊 我会觉得心态上 对对 心态上你如果这么转变 其实这都非常有趣啊 你可以在当中找到乐趣 或是说 其实该做的事就该做 运动员嘛 你也是该练你就练 没有什么你喜欢练这个 不喜欢练什么 因为你就是都要练啊 是 念书也是一样 你该练的就练啊 你就认分把它练好 那其实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 都在练习 那你一定会有一些时间 现在有非常多的资源 线上的课 或是老师也很愿意 有有有 对其他时间的辅导 或是什么 已经很弹性了 那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件休息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我 我才刚听那个德国的一个 划船八面奥运金牌的 那个选手来台湾演讲 他也是说他 他那时候又 照过孩子又念书 又比赛 对 然后他就说 其实我不可能 整天都在训练 我就有效率的训练之外呢 我也要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 其实就好像是我休息一样 例如他也创业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 在 呃 反而 我觉得他讲很好 就是说 当你有充分休息到 做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头脑 其实是更亲民的 嗯 你会更投入 就是你在训练跟比赛的时候 你会更亲民的事情 你会更投入在那个状态 你就不会一直觉得 哦 反而又要练了 很疲累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有一直在做转换 所以其实 跟读书来休息吧 哈哈哈哈 所以是心态的问题 对不对 调整 转一下念头 不然就要请老师把课程 可以变得怎么样更有趣 嗯嗯嗯 好 原来学姐 学姐的心法分享这样子 那非常谢谢学姐 今天回到母校 跟我们聊得很开心 那学姐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嗯 我希望我们的熊英篮球队可以 呃 四连 四连吧 我们已经就是现在 我没有 不是我说的 我就说好好的享受比赛 你知道吧 三连败都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那个压力其实 好了解也是啦 也是 对不对 对我们我们一直喊 一直喊 观众都这样 我其实作为观众 我也是这样子 明白明白 我也希望是四连吧 但是身为选手 有时候就会觉得 蛤 我就好像就是像我那个时候 对对 输不得的那个压力 你就会最后 你就会觉得很累 然后享受不到 那个训练跟比赛的乐趣 然后会就会 很想要逃避这样子 对我希望 呃就是我们 很棒的熊英篮球队 可以一直维持 对于篮球跟比赛的 这个热忱 好好的享受其中 毕竟在大学这四年期间 能够站上这个舞台 实在太不容易了 那我是回过头来 用过来人的这个身份 呃跟大家分享 真的那个时候会觉得 很倦很想逃避 但是现在会想说 哇 你也就人生这么几年 光景可以好好的 在场上瓶搏 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享受 嗯真的 曾经能够站上去 其实我觉得 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的 好吧四连霸就让我们这些 麻瓜乱喊就好了 那个 我们还是有设定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努力追求卓越 然后结果交给天 对吧 对对对 好要听学姐的话 非常谢谢学姐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正大校友 有14万人 每一位校友 都有属于自己 独特的人生故事 正大无限制 要分享给大家的是 生命影响生命的故事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按下订阅 分享 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IG 还有FB留言 想要听哪位校友 或师长的人生分享 最后请持续锁定 正大无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